古堡家商许元泰敲出一支再见安打 成功将磊包上球员送回本磊得分 这是107学年度高中棒球联赛 旅棒组冠军战 由平正高中对上古堡家商 两队实力相当 一路打到延朝赛 原本九局上半 平正高中已无比次领先 但下半局古堡家商不放弃 发挥亮眼打击 成功逆转 短打然后都两颗没有成功 就想说一定要打回来 不然就 这是球的一个损失 所以一定要打回来 延长赛到第九局了 然后都一直没有办法超前 所以就很开心 其实两队在正规七局打完后 仍然呈现3比3僵持状态 而在延长赛 平正高中将比数超前 但最后一局投手失利 也让球队与冠军奖杯擦身而过 最后一局可能是球路偏高 开始偏高 很沮丧 就没关系回去再练 因为不止这一场 既然有跟我们说不止这一场 然后如果下次这套平正再逃回来就好 古堡江商历年在 吕棒组冠军战跟平正高中交手三次 前两次都是由平正获胜称霸 今年古堡江商选手保持平常心 做好攻守角色 最终以6比5 期待平正高中 独下冠军 有关新闻的该怎么自卖 高雄前进采访不到